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把武器虽然说是重做了 但是用的也是相当的少的 也是十分的可惜吧 哎 你好吗大哥你想干嘛呢 一想一想亮晶晶搞到我贼尴尬了 直接带走 然后 终结大哥你想做我不存在的 然后果断挑起我们麒麟翅 直接吃我一几吧 就是这么任性 说好的说几不说八 健康你我他去哪了呢 你们要分清楚这个声调我是八 不是八 一定要分清楚嘛 不然的话 肯定公平上有人说 爸爸爸爸爸爸 哎 你能懂的啊 我这两个字就不说了 反正 在下的鬼都是我的儿子 坐下 好了 开个玩笑嘛 不用这么认真嘛 可悦不悦气氛嘛 哎 小姐姐你想干嘛呢 你以为红了就能逃出我的手掌心的吗 我可是跟孙悟空借了一个风火轮嘛 哎 直接带走你 没毛病 我感觉我膨胀了 今天要是有人把我捉了 我直接给你们下跪 哎 就是这么任性的嘛 哎 队友也是直接变成一只绿蛤蟆 想想的开心 好一只女装大佬想追我 哎 三批大战我有点玩不习惯 直接溜了溜了 哎 这位中介的大哥你是想偷我局夸的吗 你们是有这么自信想偷我局夸的吗 我想告诉你中介大哥奉劝你一句先溜了你不然的话你真的是死在我胯下 无心 哎 等着瞧吧 五秒之类直接挑起我们的奇迷刺带走你 不用五秒只用两秒直接带走你 哎 这位女装大佬我还是奉劝你一句直接走吧走吧 我不想到你了到底真的是没什么意义了已经 我们现在呢也是他红了所以我们也是跟他控制一下距离 然后第一机第二机直接第三机带走你 哎 这个基本操作真的是不用扣6了反正 这个扣6早已习惯了我们也是先不要狂 等一下变成一个卖鱼大树仙 然后转身一砍直接带走绿蛤蟆 然后我们先不要狂一个EV小残局嘛 这个灭对真的是不存在的 想做我的人还真的是等下辈子我们先不要狂 虽然我们剩下4000选不到 所以我们也是一定要去稳稳妥妥 然后走位走位别狂成功的拖赢了嘛 哎 我的发 最后一秒我好像经历过了什么 今天要是有人把我捉了我直接给你们下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千万不要膨胀 说的就是你呢小兄弟钢铁侠兄弟你也是 还挺膨胀的吧还跟我硬对硬直接带走你 好我们还是认真的来解说一下吧 今天的块也是有一些跨想跟大家说的 所以呢我们也是先介绍一下这把武器 AUG新AUG呢它最大亮点就是宽弹以及这个威力大大的提升了 威力的话真的是不用说了反正用过人都觉得比较好的 然后宽弹速度的话现在的速度总体来说也是舒舒服服的 因为不像以前以前的宽弹真的是太慢了 用过的人都知道以前的宽弹速度是真的真的很慢 所以呢也是重做了这把武器 这把武器呢也是一个元老级别武器 所以呢也是官方去重做的原因 它可能真的是元老级的武器吧 然后还有几把的话可能真的以后应该会重做 但是这个真不能确定嘛 哎这位女将大佬你还是挺特色的嘛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他的文啊 他的这个后助力吧 后助力的话更觉得就挺好的 但是可能新手的话刚开始用 应该是用不惯因为他的速度也不像这个雷神啊 就是也不像冲锋枪啊或者是一个 M4一样啊比较快 这把武器呢就是比较清脆 类似一些 类似AK的感觉吧 给我的感觉是有点类似 所以呢威力也是挺大的 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在弹幕里面纠正一下 因为情供这些东西都是乱吹的 开玩笑的 都是凭自己的感觉去评测这一把武器的 所以呢如果是有错的地方 你们可以真的是纠正一下 然后现在的话 可以看到直接一杀双杀 然后准备三杀 就是这么任性 四杀 然后五杀去哪了 我的五杀去哪了 有点可惜 虽然说啊 不能灭队 但是六千血 如果再给我一滴的时间的话 灭队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拥有六千血 僵尸的话都不敢跟我来劲了 好了 今天话也是来分享一下自己一些事情吧 我想说的是 有没有朋友们跟情侯一样 曾经就是有点膨胀 就是玩了几年的跑酷 就觉得是什么天下第一啊 什么什么鬼的 现在回想起来 我里乖乖还天下第一了 真的又是有点幼稚 这可能是一个膨胀期吧 就是玩一个游戏有点膨胀 也可能是一个青春期 因为当时的话 这个想法是初中时候的 然后回想自己 现在我乖乖你实现过天下第一这个称号了吗 真的是有点搞笑 当时的话 不过呢 这个天真的想法还是可以有 但是这个回想起来的话 现在我个人做的事情呢 也是比较低调 就是比如你是玩游戏认识我 就是是我一个铁粉 就是哎 这不是晴空吗 然后我可能是一个 我只能打一个 然后不会说任何话什么 有时候就是我遇到一些朋友 就是不是朋友 是一些粉丝 他是这样的 我跑步的时候 他碰到碰到我了 然后他做我没关系啊 对吧 然后他肯定 他有时候会讽刺一下我 哎 请问这技术怎么这么差的 这是晴空吗 然后我想说的是 哎呀 你们看的是最好的一面是我 最好的一面 你们看的是最好的一面 而最差的一面 你们真的是有时候看不到 因为有一些跑酷素材 我是跑了两个两小时 三小时才能跑出来 因为我不能把把都能推 我因为现在说实在 拖音的几率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呢 你们呢就不要讽刺我 我只能这么说 然后呢 我也来说一下我自己的为人吧 我为人的话 在游戏里面 在其他时候都比较低调 比较冷漠吧 就是有点冷漠无情 有点高冷的感觉 就是比较高冷的感觉吧 因为有时候 你们在QQ里面 是聊我的时候 我也是有看到的 你们问我在吗 我可以 我有一个肯定会回复你 然后呢 你们问的事情 就很无聊的 就跟我说 哎呀 请问你有没有看一些什么什么动画片 什么什么的 还有什么租号 什么介号的 那些 我打一个没有 就不想跟你说话 因为 你没什么事情 就直接 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想跟我聊天 那是好的事情 但是呢 这些的话 我不感兴趣的话 觉得无聊的话 就不想回复 对吧 这个也是很正常 希望你们能理解一下 然后呢 我刚刚也是好像有点跑题了 我最想说的就是 新手千万不要有了技术 就开始嚣张 开始去讽刺一些 一些比以菜的人 因为你讽刺 你永远 想不到 一山 还有一山高 你讽刺来 根本没卵用 对吧 你有技术 千万不要笑这样 学会低调 学会低调 这个刚刚的普通话 有点憋你了 应该是学会低调 因为一山 还有一山高 地球不是围绕你去赚的 只要你肯努力 地球肯定看到的 然后 还是那句话 低调做人 还是最好的 那么今天 快也是分享到这里了 所以呢 你们也是 觉得秦鲁说的好的话 就多多支持吧 好 我是你们熟悉 秦鲁 我们下期不追不追 拜拜